中国国保民药老字号纷纷被系统大唤血 董事长等高管被查 国家对干部入控资本呈趋势 职业经理人面临危机 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共在加强党对企业的控制 骗载黄两年前退休的老董事长刘建顺突然被查 8月22号张州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称 骗载黄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严重违纪违法 被立案审查调查并开除党籍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骗载黄第三次换帅 共有四位高管被查 董事监事等亲人辞职 牵医药器人事大洗牌引发市场关注 此外今年3月老字号东阿胶胶遭遇了 比骗载黄更彻底的高层洗牌 华润医药CEO白小松空降东阿胶胶担任董事长 其中包括董事长总裁在内的9名高管均出身华润 至于现任董事会成员名单一看不见 东阿胶胶高管 华润系老教白小松2023年入主东阿胶胶 实现全面掌控 东阿胶已被华润系取代